千回百折 千回百折 形容过程反复曲折 赢回不断 千回百折 形容过程反复曲折 赢回不断 六马仰墨 六马仰墨 形容月声优美动听 连马都停止吃草 抬头请听 六马仰墨 形容月声优美动听 连马都停止吃草 抬头请听 声歌顶沸 声歌顶沸 形容歌声 斗月声起起热闹非凡 声歌顶沸 形容歌声斗月声起起热闹非凡 下里巴人 下里巴人 范子通俗的文学艺术 多用来牵称自己的作品 下里巴人 范子通俗的文学艺术 多用来牵称自己的作品 石破天经 石破天经 形容古乐器空喉弹奏出来的声音高亢积乐惊天动地 后来形容事物新奇而惊人 石破天经 形容古乐器空喉弹奏出来的声音高亢积乐惊天动地 后来形容事物新奇而惊人 取高贺寡 取高贺寡 取调越高声 能与之唱贺者越少 后来比喻言行卓越不凡 知音难求 或作品深奥 赏识者很少 取高贺寡 取调越高声 能与之唱贺者越少 后来比喻言行卓越不凡 知音难求 或作品深奥 赏识者很少 穿云烈石 穿云烈石 直透云霄 正烈石头 形容声音清亮高看 穿云烈石 直透云霄 正烈石头 形容声音清亮高看 一阳顿振 一阳顿振 形容诗文作品或音乐之声响高低曲折 负变化又有节奏 一阳顿振 形容诗文作品或音乐之声响高低曲折 负变化又有节奏 朱元玉润 朱元玉润 像朱子一般浑颜 像玉石一般温润 后来用以比喻文词圆熟或歌声圆润 朱元玉润 像朱子一般浑颜 像玉石一般温润 后来用以比喻文词圆熟或歌声圆润 浅针滴唱 浅针滴唱 针着茶酒 滴声吟唱 形容悠然字的沉醉于饮酒歌唱的乐趣中 浅针滴唱 针着茶酒 滴声吟唱 形容悠然字的沉醉于饮酒歌唱的乐趣中 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 比喻精深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 阳春白雪 比喻精深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 心音出谷 心音出谷 比喻人的歌声婉转清脆 悦耳动听 如黄音在山谷间鸣叫 心音出谷 比喻人的歌声婉转清脆 悦耳动听 如黄音在山谷间鸣叫 阳关三谍 阳关三谍 本为唐朝王为所作的诗未成曲 后人将之谱为颂谍之曲 比喻离谍 阳关三谍 本为唐朝王为所作的诗未成曲 后人将之谱为颂谍之曲 比喻离谍 几管凡前 几管凡前 形容音乐节拍快速 音色丰富多变 比喻各种繁杂的声音 几管凡前 形容音乐节拍快速 音色丰富多变 比喻各种繁杂的声音 欧压吵杂 欧压吵杂 这是白居易感叹自己被贬之后的抑郁悲戚 形容吵杂不和谐的声音 欧压吵杂 白居易感叹自己被贬之后的抑郁悲戚 形容吵杂不和谐的声音 在歌在舞 在歌在舞边唱歌边跳舞形容尽情欢乐 在歌在舞边唱歌边跳舞形容尽情欢乐 对酒当歌 对酒当歌 感叹人生苦短 要及时有所作为 后来也只应当及时行乐 对酒当歌 感叹人生苦短 要及时有所作为 后来也只应当及时行乐 歌台舞械 歌台舞械 演奏歌舞 寻欢作乐的地方 歌台舞械 演奏歌舞 寻欢作乐的地方 正位之音 正位之音 本指春秋战国时正位等国的民间音乐 因儒家认为其音隐敏不同于雅乐 所以认为它是音声 正位之音 本指春秋战国时正位等国的民间音乐 因儒家认为其音隐敏不同于雅乐 所以认为它是音声 绕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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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连续不断 形容声音非常美妙 绕梁三日 声音连续不断 形容声音非常美妙 与音绕梁 与音绕梁 与音环绕无梁旋转不去 形容音乐美妙感人 与味不绝 与音绕梁 与音环绕无梁旋转不去 形容音乐美妙感人 与味不绝 与音鸟鸟 与音鸟鸟 形容声音非常美妙 绵言不绝 与音鸟鸟 形容声音非常美妙 绵言不绝 神阵准 神阵准库 深阵准库 形容歌声積月响亮 神阵准库 成阵库 形容歌声積月响亮 迷迷之音 迷迷之音 指伤奏时颓废淫荡 使人沉溺享乐而忽略国事 进而导致亡国之乐曲 后来指令人颓废丧志的音乐 迷迷之音 指伤奏时颓废淫荡 使人沉溺享乐而忽略国事 进而导致亡国之乐曲 后来指令人颓废丧志的音乐 响恶行云 响恶行云 形容声音响亮高妙 能指助行云 响恶行云 形容声音响亮高妙 能指助行云